波兰希望从德国获取8000亿欧元二战赔偿 德国图片报近日报道 波兰国会议员、议会索赔委员会成员雅努什舍夫、恰克 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强调 波兰计划向德国要求支付至少8000亿欧元的二战损失赔偿 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国家向德国提出巨额战争赔偿 但在德国政府看来 经历了冷战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后 战争赔偿已经变成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 二战结束后 德国并没有与62个曾和德国敌对的国家签署涉及赔偿的条约 波茨坦大学近代史学教授万菲尔德哥特马克尔表示 1945年5月 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 德国被一分为二 由战胜国美国 英国 法国和苏联管制 当年夏天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 同盟国就战后秩序建立 战争赔偿等问题 进行了商讨 美国主张的德国赔偿 由每个占领国从自己的占领需征收得到各方支持 不过 德国到底该赔多少 当时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即便西方国家1946年在巴黎赔偿条约中规定了从西德获取赔偿的方式以及分配份额 但也未涉及具体的数额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各国纷纷大肆从残破的德国收罗战略资源 工业设备 乃至各种人才 其间这种赔偿模式 让德国到底付出多少代价 已经无法统计 随着冷战的开始 二战的胜利者们很快分裂成一场东西方阵营间的对抗 东西方战胜国为了展示各自阵营的优势 三分给德国占领区 减少赔偿金额 甚至还推出各种援助措施 尤其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 1947年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 马歇尔计划 到1952年 美国给西欧国家提供124亿美元援助资金 西德占了其中的约10% 为突出西方阵营的优势 西方各国1953年 与西德签署的伦敦债务协议规定 西德无需赔偿二战时期造成的损失费用 只需支付战前一债和战后债务 债务赔偿也从290亿马克 降为145亿马克 此后西德政府也同希腊等多个欧洲国家 签署了总额115亿马克的赔偿协定 以促进西德与西方的融合 1989年德国统一后 德国时任总理科尔 为了避免向单一国家支付赔偿 努力避免签署和平条约 而是提出2加4条约 其两德与英法美苏四个战胜国签订条约 国际法专家乌尔里希巴提斯表示 这意味着其他各国无法从德国得到战争赔偿 德国政府据此主张 他们已经支付了相当大数额的赔偿金 而且2加4条约意味着战争赔偿议题 无论在法律还是政治上已经了结 但国家间的二战赔偿问题 并没有因为德国刻意回避和平条约这个词 而就此在历史中沉寂 2015年 身陷危机的希腊主张 德国应至少向希腊支付2890亿欧元战争赔偿费 希腊的依据是 二战期间有30万希腊人死于德国的迫害 德军不仅疯狂掠夺资源 还在撤退前大肆破坏希腊的基础设施 当时 德方还强行向希腊央行借贷 金额相当于今天的100亿欧元 至今仍未偿还这笔贷款 2019年1月 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强调 希腊对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的索赔要求依然有效 对柏林来说 最担心的是引发连锁反应 德国历史学家认为 如果希腊要求3000亿欧元的赔偿 波兰要求8000亿欧元 那俄罗斯可以要赔偿100万亿欧元 德国将完全无力支付赔偿金 默克尔2007年曾表示 德国二战后向受害方支付了大约640亿欧元 在德国社会看来 本国不但进行了国家赔偿 也在民间支付了高额的赔偿金 就从今年1月1日起 德国实施了一个新的赔偿项目 一万多名二战中纳粹统治下幸存的犹太裔老小孩 将有资格获得每人约2500欧元的赔偿款项 如果中美达成贸易协议 也似乎不可能结束这两个经济巨头之间的竞争 在过去一年里 双方都开打了一场贸易战 对全球经济造成了破坏性后果 但许多人是说 中美的争端远远超出了贸易的范围 它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之间的实力争斗 无论是否达成交易 这种竞争都预计会继续扩大 并且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亚洲事务部主任 迈克尔赫斯 迈克尔赫斯 表示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显著加剧 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常态 他认为 如果中美达成贸易协议 这将缓和一个阶段的中美实力争斗 但这只是暂时的 效果有限的 分析人士称 由于中美双方都试图将自己去立为世界技术领袖 美中竞争很可能在关键的技术领域中表现出来 近几个月来 在世界最大的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谈判中 有关技术转让的问题一直是关键 全球贸易咨询机构韩理事基金会 Henrich Foundation的研究员斯蒂芬奥尔森 斯蒂芬奥尔森表示 现在每个国家都正确地认识到 他们的繁荣 财富 经济安全 军事安全 都将与保持技术优势联系在一起 科技大战 很多人说 美中科技大战早已经开打 中国科技巨头 华为处于这场战争的中心地位 因为美国等其他国家提出 华为产品让人担忧安全问题 华为最近一直受到国际上的高度关注 美国已经限制联邦机构 使用华为产品 并鼓励其他盟国避免使用华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都禁止其下一代5G网络工程 使用华为产品 但华为表示 该公司独立于中国政府 其创始人任正非2019年2月 接受BBC专访时表示 他的公司绝不会从事任何间谍活动 随着任正非的女儿 2018年12月被捕 以及2019年 华为对美国政府的诉讼 华为的争议白热化 华为也发动了公关攻势 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 告诉美国人 不要相信你听到的一切 赫森表示 在美中整体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冷战一词被滥用 但在描述中美技术竞争方面 这个词却越来越准确 他指出 围绕华为的争议是 这种地人政治竞争加剧的表现 他认为 这种竞争远比纯粹的贸易问题更难解决 近年来 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断增加 包括对中国在世界各地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这种担忧的原因很多 包括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计划 中国制造2025计划 以及华为 阿里巴巴等公司任意强大 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2018年10月的演讲中 总结了这种情绪 称中国在开放经济时 选择了经济侵略 而不是加强合作伙伴关系 过去 人们更希望中国会接受一种更西方的模式 现在 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与一个国家运营的体系 都获得巨大发展 而两者没有相互矛盾 咨询公司控制风险的中国事务分析主任 安德鲁吉尔霍尔姆安卓基尔鲁表示 在过去几年里 中国的雄心更加彰显 他表示 现在没有人想象中国还会效仿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 或者像几年前人们所希望的那样 向市场经济靠拢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两者之间的对峙无法避免 中美不同的社会制度总是让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同传一梦 而现有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冲突在历史上很常见 奥尔森表示 这是一种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 自由贸易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原则第一次与一个巨大的 拥有复杂的技术的 由中央管理的经济体之间的摩擦 后者遵循的是一套不同的规则 分析人士预计 随着技术竞争步伐的加快 美国将继续利用分关税措施 对中国进行反击 他们说 美国可以使用的工具包括 限制中国投资美国 限制美国公司 向中国出口技术的能力 以及对中国企业进一步施加压力 赫森表示